乾隆年间的12个水龙头凭什么就成为国宝呢 提出这种质疑的网友啊 说的是圆明园十二生肖的同手 那么这十二生肖同手究竟是不是水龙头呢 其实这背后的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圆明园号称万元之源 把所有中西河壁能够找到的精品全都汇集到这里 在圆明园当中最壮观的建筑就是西洋楼 西洋楼前面就是海燕堂 这个海燕堂是一个大型的喷水池 十二生肖的同手就在这水池的边缘 按照子丑尹某这样一个规律 到什么时辰就从哪个同手的口中开始喷水 子时喷水的那就是鼠手 丑时就是牛手喷水 银时就是从虎手当中喷水 当然了这里面最牛的还是马手 因为在中午的时候不仅马手喷水 其他的所有铜像一起跟着喷水 当时场面那是非常的壮观的 当然能够喷水背后肯定有机关 但是所有的同手本身就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 这些同手过了几百年依然不上锈 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用的是合金铜 铸造就特别不容易 而且采用的方式还是施腊法 施腊法工艺非常复杂 十二生肖没有用中国传统的造型来设计 而是主持铸造的郎士宁采用了西洋的造型方式 比如说其中的牛手 牛脚是往前冲的一个状态 表现的昂扬进取 这跟中国传统化当中的水牛 非常温和温顺的状态完全不同 整个造型栩栩如生 整个肌肉纹理处理的是恰到好处 这十二尊铜像单独拿出来 绝对称得上国宝 但是有些学者和网友也提出特别实在的意见 毕竟所有的文物 你不能脱离开原来的环境 但是把他们的头都砍下来 独立存在 它还够得上文物吗 虽然它算得上文物 但够得上国宝吗 因为十二生肖的同手 拿到海外之后 根本没有人太重视 比如说在1980年代的时候 美国一个古董商到一个老兵家里 突然之间发现了牛手虎手和马手 这个老兵压根没拿这些东西当宝贝 就像这个牛手被放到洗手间里 挂毛巾用 另外的马手和虎手扔在院子里 任凭风锤与打 当时这个古董商就感觉 这个东西应该不一般 以1500美元的价格 把这三件宝贝都买回家了 买到家里之后 他藏了一段时间 正式进行拍卖 卖到了25万美元 可以说整个价格属于飙升 但是那个年代 互联网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国内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 海外对这几件文物的认知 也就到此而已了 那么到什么时候 这些文物的价值突然暴涨呢 直到2000年的时候 牛手虎手和猴手 同时出现在香港 进行公开拍卖 当时大家一致认为 圆明园的宝藏是被抢走的 不应该随意的拍卖 但是没法阻挡资本市场的脚步 只好花高价买回来 当时是保利集团参与了竞拍 曾经只是价值25万美元的文物 突然之间坐地起价 猴手的起拍价格就达到了200万 最后保利集团是一轮轮竞价 最终花了740万 才把文物买了回来 紧接着是牛手的拍卖 起拍价格同样是200万 最终以700万元成交 眼看着这两件文物 翻着翻的往上涨价 马上三天之后拍卖胡手 直接300万起价 又是一轮惊心动魄的竞价 最后保利集团花了1400万 才把这件文物给买了回来 这三件国宝就放在保利集团的博物馆 进行展出 当年我还专门去保利博物馆 看了这三件文物 确实非常震撼 随着十二生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慢慢的丢失的线索也不断的暴露出来 在2003年的时候 有人发现了 猪手在一个美国的买家手中 人家直接喊出了一个高价 低了我坚决不卖 当时的赌王何鸿燊直接出手 花600多万美元买了回来 捐献给了国家 经过这几次拍卖和砍价 无论是拍卖行还是掌握国宝的这些人 都知道中国人是特别看重这几家国宝 干脆价格持续飙升 也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 香港苏富比拍卖行 要拍卖圆明园的马首 这下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何鸿燊再次出手 买最有价值的马首 花了多少钱呢 将近7000万港币呀 紧接着两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 法国的加士德拍卖行要拍卖兔手和鼠手 这个消息传回国内的时候 大家心里是一惊啊 因为这两个同手的价格肯定低不了 这里面可不仅是因为钱的问题呀 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的时候 是抢走了这些东西 现在我们买回来 还要花一笔巨款 这种国宝的回归 还是让人非常心痛的 所以有些学者和网友才提出来 这些文物是不是真要花高价 才能买得回来 其实啊 早在2003年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跟拥有兔手和鼠手的这个家族 进行了沟通 这个家族啊 就是当时圣罗兰品牌的拥有者 他们家里不缺钱 而且也非常知道中国人对这些同手的渴望 直接开价一千万美金 这笔钱对国内来说也是巨款啊 结果呢 双方没有谈拢 一直到2009年的时候 这两样宝物的拥有者去世了 家里人就把这两件宝贝交给了加士德拍卖行 结果让人没想到的是 拍卖行更是狮子大张口啊 给熟手起拍的定金是900万欧元 兔手是1000万欧元 这笔圣罗兰家族当时提出的1000万美元 两件宝物高出了多少倍啊 但是拍卖行不跟你讲感情 我只认前你到底想不想要 结果就在拍卖的当天 出现了一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 叫做蔡明超 这位商人直接出手 以2.71的天价买下了这两件国宝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1985年三件同手只有1500万美元 到现在仅仅两个同手就价值2.71亿啊 当然这出好戏还没完 买下两件同手的蔡明超突然提出来 我不付钱 这下让法国的拍卖行是拍着桌子的骂 你简直是没有信用 结果广大网友讲 你们的祖先 也就是到圆明圆抢劫的英法联军 才是赤裸裸的强盗 双方在舆论场上掀起了轩软大波 就在这个时候 圣罗兰品牌的母公司 感觉这个事情有点不对了 如果长此下去 不利于整个母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 所以当时的皮诺家族正式把这两件宝贝买了下来 在2013年的时候 无偿捐献给了中国 所以兔手和鼠手就放在了国家博物馆 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网友都认同 如果国家不强大 你追讨文物也是万分的艰辛 到目前为止 被抢走的十二生肖同手已经回归了七个 还有五个下落不明 其实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这几件文物已经不单纯是文物本身的价值 这上面还蕴含着1840年以来 中华民族遭受的太多屈辱 这些文物的回归 也正是跟着中华民族迈向复兴的脚步相一致 中华民族在国难当头的时候 有多少宝物流离失所 在大英博物馆 在法兰西博物馆 在其他西方猎钱的博物馆当中 都有我们的国宝在翘首以盼 早一天能够回归祖国 我们今天来看国宝 他身上蕴藏的绝不仅仅是文物价值 更有着一种深切的民族情怀 未经许苏能够回归这位真正的民族 是什么特殊情怀